利比亞伊斯蘭民兵組織表示 控制了美國駐迪黎玻璃大使館 巴基斯坦示威者佔領國家電視台 安全部隊將幾百名抗議者驅離 聯合國44名匪制違和人員下落不明 俊利亞政府軍和反叛武裝戰鬥持續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 在香港出席政改簡介會發表講話 香港警察用胡椒噴霧驅散示威者 蘇麥利與非民部隊重奪巴拉爾控制權 成功將青年黨趕出第二大重鎮 中文字幕提供